新闻的热点 财经的视频 第三号 消费品公司 百分英国 理财万事通 理财万事通 你好 我是963号FM的德鸣 涨涨涨 全球通货膨胀 创下记录新高 这就使到各地中央银行 不得不大幅度的加息 希望以此来遏制通货膨胀的问题 然而这股加息潮 再加上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事等突发事件 就造成市场上上半年剧烈波动 就使不少投资者乱了阵脚 通货膨胀什么时候见顶 到目前为止还很难预计 俄乌战事也没有看到任何的转机 这是进场的最好时机吗 还是应该避险观望呢 这一期的理财万事通 我请华文媒体集团 联合早报财经新闻记者周月祥 和Singlife财务顾问公司投资经理 郭志伟分享 他们对下半年投资的展望 同时也教一教我们 怎么来布局把握市场机遇 这一期理财万事通 由Singlife with Aviva鼎立支持 Singlife以更好的方式 实现财务自由 这位和岳翔你们好 嗨 德明你好 德明你好 刚才就提到了 全球的通货膨胀持续走高 这会不会使到中央银行下半年 继续调高利率呢 这位 是的 各国的中央银行 将继续专注调高利率 除了中国和日本之外 多数的中央银行的目的 就是要降低膨胀率 美国的通货膨胀率 最近升到40年新高 为了通货膨胀不要保持那么高 美国联邦会继续升息 联储局6月份 再宣布一次加息75基点 这是从1994年以来 最大幅度的加息 联储局鲍威尔表明 要通货膨胀会落到 2%的水平 7月再升50或者75基点 个人的看法就以75基点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9月和11月加息 专家预测是50基点 可是我们觉得 包围尔到那时候会关注一些数字 如果数字对通货膨胀不利的话 那就升息 可能会以75基点左右来加息 然后利率到今年年底 预测是升到3.5% 或者到3.75%左右 这样子加息的话 会对下半年的投资市场起着什么影响 联储局已经表示走势是升息 但接下来的步伐和速度 其实我们是不确定的 这不确定的因素会使市场波动 波动性可能会比较大的幅度 我们上几个星期跟几个月 已看到股票和债券市场 其实面临的挑战是蛮大的 漂浮率是蛮高 如果再升息的话 全球的经济会放软 那么股票的估值也会降下 如果说资产类别 其实今年的表现太接近了 因为高度相关蛮接近 然后它下半年的走势 其实真的是很不确定 那么如果以投资者为主的话 已经进场的那些投资者 只好观望一阵子 既然通货膨胀和银行加息会造成市场波动 那我们在投资的时候要怎么来应对 那么通胀失控或很高的通胀的时候 其实是对股票和债券不利 大家应该投资一些能对冲通胀的资产 来应对市场的波动 比如说实际资产 就是real assets 应该是现在最好的对冲产品 如果有能力的话 有兴趣投资对冲基金 这也是可以值得考虑的另类投资资产的 那月祥呢 有些什么应对方面的建议吗 其实有专家说 也可以考虑继续投资 而且比较多元化的资产 因为其实这也是对冲这个风险的一个关键 就有人会认为说 像股票的话 它其实会更胜于这些债券 因为长远来看 股票的这个回报率 其实已经显著高于通胀 他们会推荐可以投资一些 具有强大市场的定位 定价能力 还有收益比较韧性的一些盈利公司 或者像是新加坡房地产的投资信托 还有一些股息收益稳定的股票 这些呢都会是通胀的赢家 而且像俄乌战士 我们也知道 其实它对欧洲造成的冲击 比其他的国家都来得更大 所以专家其实并不太看好欧洲的股票的前景 他们对于美国 日本 还有日本除外的这些亚洲市场的股票呢 其实也是保持相对中立的看法 所以除了进行新产品的投资之外 这个时候也是需要重新来审视这些已有的投资组合吧 是 他们其实也会强调说应该要更注重防御一些 所以可以增持一些现金 然后减持股票啊 还有固定收益这方面 以寻求更多元化的组合呢 才可以抵御这些所谓的风险 像是可以考虑投资全球多元化资产的单位信托 因为它的波动性较低 所以你可以能带来更稳定的收入 而可能有些投资者会想要逢低买入 他们会觉得说 因为现在市场其实波动性不大 而且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嘛 其实更好的方法应该就是逐步的累积 在这个固定收益方面呢 在固定收益方面呢 其实有专家就会推荐说 可以考虑一些三到五年期限的投资级的债券 因为他们的收益率相对丰厚到4.5个百分点 他们可以在这些比较不确定的环境下呢 带来一个更稳定的收入 也有投资专家并不看好股票啊 还有固定收益的表现 他们会觉得就像刚刚志伟所说的嘛 可以考虑一些实质资产 还有包括像黄金啊 还有大宗商品等等 说到升息升息 大家把它看作是红须猛兽 但是我相信还是有些投资领域 利率越高似乎是越赚钱的 有吗 有啊 一些板块像是能源啊商品还有基础设施 这些板块其实都会非常受益于通胀呢 还有更高利率的这个领域 所以呢就有专家说 可以考虑投资一些大宗商品 来对冲这些通胀的风险 另外呢 其实在商品价格持续走高的情况下呢 如果是出口商品的国家呢 其实就会受益 而进口上因为受到价格飙升的冲击 所以有专家就会说 那些生产大宗商品的 像是印度尼西亚还有马来西亚等国家呢 其实就会受利 对于像韩国跟台湾这些的市场呢 则比较偏谨慎 因为这些经济体呢 国家他们通常会比较依赖商品的进口 而也有专家其实会看好像我国 新加坡 泰国还有印尼的市场表现 因为尤其是新加坡的这些高股息的收益股 像是银行股啊 还有房地产信托 在成本上涨的压力下呢 其实新加坡也有很多的优质公司呢 他们都有一定的定价能力 可以去确保他们的盈利 这一期的理财万事通 由Sync Live with Aviva 鼎力支持 Sync Live以更好的方式实现财务自由 我们继续和志伟以及岳翔来聊 刚才就谈到了通胀和加息 对市场的影响 那除了关注这些之外 投资者还要注意些什么吗 志伟 投资者最近应该关注 经济衰退的信号 其实鲍威尔有跟市场 跟媒体表示 可能美国会进入稍微的衰退 那么这是一个现象 第二个现象就是说 要防范滞涨的状况 滞涨就是经济停止增长 然后通过膨胀的率太高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有stackflation 就是说滞涨的状况 我们当时还所说 联储局加息 市场担心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联储局对美国今年的 或明年的经济增长 预测下调到1.7百分点 3月份时候的预测是2.8和2.2 那这是蛮大的下调的 接下来如果全球经济不稳定来说 这是个大问题 那么有些什么投资产品 能够规避这样的一个风险呢 大家可以考虑投资黄金 因为毕竟黄金是一个很好的 价值保存储存工具 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不确定的时期呢 其实表现的也特别好 另外像医疗保健 还有必需消费品这些板块呢 其实它们是属于比较 具防御跟反周期的 它们在经济衰退的环境中呢 也会表现的不错 不过呢 其实投资者也要记得啊 也不要太过于过度的杠杆 要适当的进行一些财务规划 去了解一下自己个人的 一些财务状况跟需求 其实以投资的概念方为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能承受的风险 然后每个人的资产配置也不一样 所以风险评估是必须做的 先做风险评估 然后再配置自己本身比较适合的资产 配置资产的时候 要想一下说 你自己本身能承受的风险多高 风险越高 就是投资资产的漂浮力也会更高 然后如果比较保守的话 就相反的 就配置的资产会比较保守 其实最主要的两个问题 一个人投资者应该问自己的 就是一个人有多少时间的范围 可以承受风险 大风险或者少风险 时间范围可以表达为 短期中期跟长期 长期来讲 我们通常是大概五年以上 中期可能是三年吧 然后短期可能是一到两年 然后第二点 就是说投资者也要问一下自己 愿意承受多少风险 以投资来讲 你可以承受多少的亏损 可能小的风险 就是投资金额掉5% 中等的风险的话 就是大概5到10% 然后如果你可以承受 比较大的风险的话 你可以承受20到30%的亏损 刚才我们聊了不少 不同投资产品的未来表现 那这几年加密货币 一直有很高的讨论度 未来有投资价值吗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说 加密货币的市场 已经进入了寒冬 就像市值最大的这个比特币 其实去年11月的时候 它已经一度升到历史上面的高位 达到差不多6万7千美元 可是从那时候开始 就已经直接的败退 到现在为止 它已经跌到差不多 剩在2万美元的这样的水平以下 主要的事件其实是因为 在上个月的时候 稳定币 Terra USD跟那个RUNA代币 它们就突然的崩盘 就使到整个市场就非常的波动 也凸显了说投资这个加密货币很大的风险 所以有专家就建议说 如果我们应该要投资加密货币的话呢 应该要把投资组合的可能 一到两个百分点纳入这个方面 而不应该占据整个核心的投资组合太多 而且在投资这些加密货币的时候啊 就应该考虑去使用一些比较合法又合规的平台来进行交易 以避免自己的资金呢 因为受到一些非法活动而受影响 如果是不太熟悉这些加密货币的投资者呢 其实也可以考虑说 就是投资一些跟加密货币 非常相关的一些基础行业 像是半导体 支付和科技领域的一些股票基金或挂牌基金 因为这些行业啊 其实就会随着这个加密货币的上升而同步向上 投资者不应该跟风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要保持你的长期的目标和投资的理念 这点是比较重要吧 很快的我们已经进入了七月份了 也来到了2022年的下半年 所以今天就借这个节目来请两位给大家展望一下 今年下半年的投资走势 也给朋友一些贴士 再次感谢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财经新闻记者月翔 以及Singlife财务顾问公司投资经理志伟 给我们做的分析和分享 这一期的理财万事通由Singlife with Aviva鼎立支持 Singlife以更好的方式实现财务自由 理财万事通 每期提供你最需要知道的理财与财经知识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可以到早报.sg搜索 联合早报财经专栏理财解囊 我是963好FM的德鸣 我们下期再见